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封面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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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真的很好 由個人出發的紀錄片作品 其實在香港也是很少見的 自己本土的變化 看到裡面的人物 看到裡面的時間上 在我們生命上的影響 是一個很難得的紀錄片 很感謝Jesse 曾翠山這麼多電影 我也有看的 我覺得這一套是最成熟 對真誠 最感動我的 裡面的故事 今天終於呈現在我們面前 已經不單止是一個故事 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生 所以我自己是 真的看到最後 聽到念親恩的時候我真的哭 其實過程已經不斷地哭 因為看著婆婆牢滾滾滾 大半生 她就回到村裡 因為她也有說到一些感想 究竟人生是怎樣 她說開心就是這樣 不開心就是這樣 只是追求簡單的生活 你見到的時候會覺得很蟬 而且她的人生是怎樣 她一直說的時候 你會更加覺得她那種辛酸 辛勞 還有她那種 一個女性去捱帶小朋友 所以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的一個電影 她就喜歡她 還有是 那為她會跟她一樣 有點不知道 她也是 你不喜歡 她的女性 那為人生能變 她就會經歷了 我好像女性 她就親自身 她的女性 她都在男兒 她還沒說 她還沒說 她都在ない 我跟她一同 我跟她一同 我争大膽犯了 用餐律線索 這是甚麼好心 不好心 好心就留一個人 不好心就留一個人 所以我一直看都覺得很舒服 好看 特別好喜歡一個婆婆 講到很多對這條村的感情 還有各一代的人 婚姻 家庭等的觀念 都可以透過婆婆來看 也是很好看的 我覺得都歡迎Jessie所說 她說我們是很緬小的 我們有這麼多的自然山川河流 其實婆婆就是一個很河流的人 我覺得是parallel 了整套戲的主題 《河相變川》是整個系列裡面 我覺得野心最大 而我也都覺得Jessie在裡面 最成熟 她的功力最成熟的一個作品 不是說只是一個簡單的講故事的方法 而是好像一個tapestry 織成一件事出來 由音樂到畫面到 motion graphics等等 都是造成了一個全體的 人其實是很藐視很多的山林 看著我們的長大 但是我們可能是幾天之間 就破壞了她 而忘記了她幾百年看著我們的成長 在香港那麼動蕩的時候 看了這條片 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感覺 對家有一個很大的感覺 這個紀錄片可能是 導演曾崔山很個人的故事 但是其實是和每一個人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關係 在香港那裡 你會聽到我們 聽到的音樂 才有一個整齡的感覺 你會聽到的